Hello 歡迎大家看看我的手 我想告訴大家什麼是碗管綜合症 碗管綜合症就是 你勞損過度 勞損過度就會有碗管綜合症 例如你動動太多手碗 你經常重複性做的動作 都是用手腕、手指、力 摩擦得多就會有碗管綜合症 就會令到神經線紮在一起 兩條神經線紮在一起 令到下面的神經手壓 令到我起初的時候 手指有點鼻子 母子、食指、中指都會有少少鼻子 然後第二天整隻手鼻都會痛到睡不到 痛到睡不到之後 又會沒事的 然後第三天開始 你又會有麻痺 然後它就會繼續惡化 惡化到 那三隻手指 那三隻手指 食指、母指、中指就會沒有了感覺 冷熱也分不到 拿筷子也拿不到 拿水蓋也不用說 拿水蓋也不用說 拿不到 然後 看醫生 醫生會先幫你做一些力量的測試 普通科醫生會先幫你做一些力量的測試 然後 未必可以證實 它便會安排你的骨科 然後 它便會做傳導測試 傳導測試是甚麼 傳導測試是用電 電擊你的手 傳導測試是否有麻痺 然後 之後 便會做磁力共振 去檢查一下你的手的神經 裡面有甚麼是摘住了你的神經線 令到你的手麻痺 然後 便檢查到原來是我另一條神經 摘住了神經線 這樣便會麻痺了 然後 我當然也不太快去做手術 我便做過針灸 做過物理治療 我發現我自己的手沒事 我亦有看過有些人 是有碗管綜合症的人 做完針灸或物理治療 是會沒事的 因為我都要工作 我整個月都保持著 沒有甚麼感覺 冷熱又回不了 很困擾 結果 我不想所有同事都繼續遷就我 我便去做手術 因為 醫生也有說 如果我不做手術的話 我的手會萎縮 那些肌肉 到一定的時間 肌肉會萎縮 所以我便做手術 那做手術呢 那他手術呢 那是怎樣呢 那手術呢 他會是 有一條通通向你的手掌 手掌下面有一条神经 它就通过去,将你的神经线分开 就不会压着另外的神经线 然后你的手指就会有感觉 我昨天做完手术 然后手指就立即没有麻痹 不是说没有麻痹,有点麻痹 还有很少 基本上没有麻痹 我的手指是不是很黄呢? 因为它淋了很多药水 所以很黄色 然后现在我的手指 是感觉到一些东西 已经是感觉到的 手指、公、食指、中指 都感觉到一些东西 是有少开麻痹 我又问了医生为什么 他就说 是因为我神经线 他做手术的时候 发现我神经线是扎扁了 扎扁了之后 就需要一些时间恢复 所以我会有少许症 伤口呢 你会问 可能 为什么我会拍这段视频呢? 因为我也想别人关注一下这个疾病 这个碗管综合症的疾病 那 因为可能大家有机会做一些 嗯 就是比较努力 或者是一些用手的工作 那便会有勞损 会有机会有这个疾病 那我想大家关注一下 那 之后呢 他就 嗯 刚才说到哪里 我不记得了 那 总之现在的手呢 这个疾病 对 那个疾病 那疾病 其实不是太疼的 就是做完之后呢 它会有些好像火烧的感觉 那 还有 有些疼疼的 扯扯的 感觉 那 我当然 现在我未开 就是我未开 这包东西 它其实很厚 里面有些棉花 应该 里面还有个 防水胶部的 他们说 那 那 我呢 就 一个礼拜之后呢 就会去覆诊 那 我不知道它会做些什么 可能会帮我洗伤口吧 我想 那之后 就 可能可以知道 那伤口是怎样的了 那 我现在其实不是太疼的 它有给消炎药 止痛药我 那止痛药我 我尽量不吃的 那 其实它说 如果真的很痛才要吃 那我觉得就不是真的好痛 是有一些扯扯的 就是 你做一些 有力的动作 就会扯扯的 而且一定要动一下手指 那 他说 因为呢 我做完手术之后 手指会肿 因为那些血液 冲上来 而且会水肿 那我要动一下手指 定期动一下手指 那就令到它不会水肿 而且不会 就是它会很脏 它会很脏 那 那我现在就动一下手指 就没那么转 那这样 那 其实做完之后的感觉很好 那 那 那 我做 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决定 就是做这个手术 暂时 因为呢 就是说 就是 当时我 选择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其实 也有人反对 就是 很多人反对 可能给一些不好的声音 例如 说 可能你做了之后 会残废 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 我都会有点 怯的 有点怯怯的 但是 真的不能选择 因为 如果我不做的话 我就真的会萎缩的 但是 我应该很坏的情况 所以 我就选择做了 那 刚好 医生又给了我一个很快的期 那我就可以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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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損失就会損失了些钱 但是 我起码可以要回健康 和我的手 很好的 我和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哭了很久 那 我就在想 死了 我的手有事 还要是右手 还要伤了一条筋 那 你知道 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 那 我就觉得 死了 那是不是我的事业要结束呢 那 我就 选择了做这个手术 是有风险的 他有说过有风险 我自己都害怕的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也很害怕 但是 我自己做了之后 我就没有后悔了 就是 觉得 嗯 真的做得适合了决定 还有 将来我的手还可以继续用下去 那当然 我不会很尽 就是 不会像之前那样 用得很尽 一定 那 可能 我再之后做事 都会用回一个手腕 就是 好像人家打球的手腕 那样 没有了一个腕 那 那 会好一点 那可能 可能 用得耐一点 那 那 是啊 那 那 我不知道 其他人有没有试过 碗管综合症 那 如果是小事 那我当然不建议做手术 但是如果很大件事 就希望大家都不要丟 那 做了这个小事 做了这个手术 其实是未创 那 那 都很快 就是他半身麻醉 基本上睡着了 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那 我睡醒了 已经做完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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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一个星期之后 会有些不同的结果啦 那 那 希望一个星期后大家又再见啦 因为我太无聊了 所以要拍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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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 我 那 那